文马法达分手后形同陌路,很难挽回之人经常看到身边情侣甜甜蜜蜜,轻轻握握,达心里很是羡慕,看到他们脸上挂着甜蜜的笑,又很嫉妒,自己已经28岁大龄圣女。 还没有可靠之人值得嫁出去,真担心就这样孤独下去,90年因历五月念一日四师出生的我,何时才有自己的幸福,才能顺顺利利脱单?结婚后能幸福吗?现实生活中看到很多离婚之人,不得不担心,希望自己未来是幸福的。 回复昆造,更五年,归未月,即卯日,即四时,十二年到二十一年走更晨运,今年28岁,日主以土生在位月得生住力大,年之无火,月之未土,时主以四生住以土力量,年干更金,月干鬼水,做之卯木刻号谢以土力量。 综合分析,日主以土偏量,用神,水木,祭神,活土,金,几月出生,看到三十三岁,就依附到了日主八四礼貌木为复兴,坐在婚姻宫内无声,祝,被四五为火局系号,让复兴力量减弱不少,于南方的婚姻机缘会推迟一些, 再加上日主更金山关,透出,会可知排斥复兴力量,亦让复兴不能靠近身边与日主好合婚姻,所以比较适合晚婚,结婚后能一婚到了,二十二岁起走更晨运,天干以以土生更更金生鬼水,地之卯尘木菊生四五为火菊,一星火菊将日主复兴带到日主身边,复兴会主动与日主好合婚姻, 这部大运会找到和演员的男士喜结良缘,去年丁有年,天干丙火生,以以土生更更金,继续伤官见官客复兴,地之有脑相冲,伤官见官客复兴,只处于谈恋爱或者是寻找对象阶段,不会出现正缘,今年物虚年,天干物虚土,加了以土排斥复兴的力量,地之四五为火菊,卯须火菊,也将复兴力量卸掉, 父亲无力,无法与日主好合关系,今年容易与现在男友谈崩,有散火之相,更不会有婚姻之事,阳宅风水看家人运势极凶,父母与子女关系,明年几亥年,天干以以,以土生更更金生鬼水,助力地之亥卯为墨菊分加了父亲力量,父亲力量与日主力量平衡起来,明年有正缘现身, 把握好了婚姻可以速战速决,迅速脱单,明年不结婚婚,就要等到,二十二年,二十三年,天干的之用身到位,人鬼水也卯目筑起复兴力量,克制日主力量,让日主与复兴相好合, 这两年结婚更好,最好选择在这两年结婚,二十二年到四十一年三十二岁一五十一岁走以卯运和乌银运,天干物以土助力日主力量排斥复兴,地之以卯目助复兴力量,与日主好合婚姻,婚后感情平顺,夫妻之间互敬互爱,偶有小吵小闹,但能很快和好,家庭幸福和睦,牵手到老,日主最佳结婚年份十九,二十二, 二十三年日主婚姻感情都十分好合,结婚的机缘很大,日主应及时把握,促成结婚事件好合姻缘,日主结婚后,要注意婚姻不好,或今五行伤官望向的年份里,日主一定要注意不要,对老公要求太严,或与老公打架争斗的事情,要心平气和,融洽婚姻关系,不能感情用事说分居就分居,说离婚就离婚,可以一吵架, 就自己找台阶下,或冷静一两天再见面,这一两天里主动找老公和好关系,安慰对方,伤官望向的年份时,指猴年和鸡年,或更某年和新某年如更深年,感情出现矛盾,可以找个数码或数舌的,当中间人来说和日主与复兴的关系,及时和好,作者微信,MAFADA666 感谢观看